大家好,欢迎来故事说宝库频道,春美。 三十年前,我刚刚生完孩子,身体虚弱昏昏欲睡,没有留意到李勇抱着女儿悄悄离开了医院。 等我意识到的时候,病房里已经空无一人,女儿的身影早已消失不见。 我哭着哀求李勇把女儿还给我,她却冷冷地说,一个小丫头骗子,留着干嘛。 她的语气轻蔑地好像只是随手扔掉了一只小猫小狗,看着我时,一副你能拿我怎么样的表情。 我毫不犹豫地报了警。 在警察的帮助下,她最终交代了女儿的下落。 天寒地冻,女儿刚出生,身上只裹着一张旧报纸。 而从她扔掉女儿,到我找到她,已经过去了好几个小时。 等我赶到时,女儿的小脸冻得惨白,我甚至以为她活不下去了。 我连忙把她送到医院,整整抢救了三天三夜。 那段日子,我痛苦不堪,每天都在祈祷,只希望我的女儿能平安无事。 那个年代,遗弃婴儿的事情时有发生,因此,李勇只是被简单地批评教育了一番,写了一封悔过书,就被放了。 以李勇的性格,他肯定不会就此罢休。 为了保护女儿,我下定决心和他离婚。 李勇当时怎么说的? 老子用一头猪才娶到你。 你倒好,说离婚就离婚,真当我没脾气。 于是我背着女儿,在工地上搬砖,一有空就去街上捡瓶子。 只要能赚钱的活,我从来不嫌脏嫌累。 那段时间,我累得瘦成了皮包骨,但终于攒够了两千块,李勇这才同意离婚。 离婚时,他冷笑着对我说,离了婚就是陌生人,以后不许再出现在我家门口。 我可不想让你这个女儿连累我。 他还写了一份断绝妇女关系的断亲书。 从女儿出生到现在,他从没支付过一分钱的抚养费。 他以为女儿年纪小,好糊弄,谁知道我张红梅养大的孩子岂是好对付的。 在女儿还不济世时,我就告诉他,他的父亲是如何把他丢进垃圾桶的,为了离婚又是如何趁机压榨我。 别家孩子吃甜桶,辣条的时候,女儿已经被我培养得心性坚韧,独立自强。 他善于思考,有自己的逻辑和判断,从不被外界的声音左右。 现在他才三十岁,就已经拥有几家电商公司,还登上了地方新闻,在我们这片地区,堪称富甲一方。 我如今也靠着女儿,成了个过着富贵日子的老太太。 李勇这次是看到女儿出息了,想回来摘桃子吧。 想得美。 这句话,我原封不动地还给他。 果然,当李勇带着调解员冲进我家门口时, 女儿直接挡在门前。 这套房子是我妈名下的财产,我妈可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你敢闯进来,我就告你个私闯民宅。 女儿说得云淡风轻,调解员连忙尴尬地劝道, 哎呀,小姑娘,说话别这么难听,我们也是为你好啊。 你没爹这事,多少人在背后议论你呢? 现在你爸回来了,他也知道错了,一家人哪有隔夜愁。 听婶子的,不要倔,以后和你爸好好相处。 女儿翻了个白眼,冷笑道,怎么的? 让我认个爹还不够,还得给我搭上个婶子。 你这么喜欢乱认亲戚,不如你把他接回去供着,让他当你爹。 调解员脸爹得通红。 李勇见状,立刻拍着大腿哭喊起来,天杀的,你连亲生爸爸都不认, 你这孩子怎么就这么冷血? 他们身后有记者拿着相机凑上钱,把李勇装模作样的可怜模样拍了下来。 镜头一转,正好对准了女儿,他冷漠地看着坐在地上演戏的李勇。 女儿懒得再和他们纠缠,转身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然后笑盈盈地对我说道, 妈,你快去收拾行李,今晚我们就出发。 自从女儿当年从医院抢救回来后,我就成了一名虔诚的佛教徒, 一直梦想着去拉萨的布达拉宫看看。 这次叫女儿回来,本来是为了圆我这个多年的心愿,没想到碰上了这些糟心事。 不过,随着火车轰鸣声的响起,那些令人厌烦的人和事都被甩在了脑后。 经过两天一夜的长途旅行,我们终于抵达了拉萨这个圣地。 我们去朝拜了释迦牟尼殿,去要王山打了卡,还在光明茶馆喝了酥油茶,悠闲又自在。 我把这些行程都记录在了社交平台上,望着女儿安静淡定的样子。 我不止一次庆幸,当年李勇把女儿抛弃后,我果断地和他离了婚。 我们在拉萨愉快地玩了两天,感受着西藏的风土人情。 到了第三天,我带着女儿走进了布达拉宫。 这座充满浓厚传统色彩的宫殿矗立在我面前,我心中顿时生起一种肃穆之感。 还没等我闭上眼,细细感受这股心情,一阵刺耳的声音就传了过来。 张红梅,你这个恶毒的女人。 不让女儿赡养我也就算了,还拉着她出来游山玩水。 你以为这样我就拿你们没办法了吗? 李勇突然指着女儿对周围人大喊,大家快看看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自己吃香得喝辣的,却一分钱都不肯拿出来养她亲爹。 我命怎么这么苦啊? 早知道当初就把你摔墙上,绝不该生下你。 他粗鲁的咒骂声在这片神圣的宫殿里回荡。 李勇这个粗人,根本不懂得什么是信仰。 他不停地抱粗口,引来了周围虔诚信徒的怒事。 我看到有人已经举起手机在录像了,我皱了皱眉,有事出去说。 女儿立刻挡在我身前,把周围投来的恶意目光全都挡住了。 她没有回应李勇的谩骂,只是护着我出了宫殿。 一出了大殿,我毫不犹豫地给了李勇一巴掌。 李勇,你脑子是不是有病? 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你在这儿闹事? 没想到李勇竟顺势躺在地上,装腔作势地呻吟起来。 我气得发抖,又狠狠踹了他一脚,然后拉着女儿回了酒店。 真是好心情全被毁了。 没过多久,我的房门被敲响了,站在门外的,是两位警察同志,原来是李勇报了警。 三十年前,我刚刚生完孩子,身体虚弱昏昏欲睡,没有留意到李勇抱着女儿悄悄离开了医院。 等我意识到的时候,病房里已经空无一人,女儿的身影早已消失不见。 我哭着哀求李勇把女儿还给我,她却冷冷地说,一个小丫头骗子,留着干嘛。 她的语气轻蔑地好像只是随手扔掉了一只小猫小狗。 看着我时,一副你能拿我怎么样的表情? 我毫不犹豫地报了警。 在警察的帮助下,她最终交代了女儿的下落。 天寒地冻,女儿刚出生,身上只裹着一张旧报纸。 而从她扔掉女儿到我找到她,已经过去了好几个小时。 等我赶到时,女儿的小脸冻得惨白,我甚至以为她活不下去了。 我连忙把她送到医院,整整抢救了三天三夜。 那段日子,我痛苦不堪,每天都在祈祷,只希望我的女儿能平安无事。 那个年代,一气婴儿的事情时有发生,因此,李勇只是被简单地批评教育了一番,写了一封悔过书,就被放了。 以李勇的性格,他肯定不会就此罢休。 为了保护女儿,我下定决心和他离婚。 李勇当时怎么说的? 老子用一头猪才娶到你。 你倒好,说离婚就离婚,真当我没脾气。 于是我背着女儿,在工地上搬砖,一有空就去街上捡瓶子。 只要能赚钱的活,我从来不嫌脏嫌累。 那段时间,我累得瘦成了皮包骨,但终于攒够了两千块,李勇这才同意离婚。 离婚时,他冷笑着对我说,离了婚就是陌生人,以后不许再出现在我家门口。 我可不想让你这个女儿连累我。 他还写了一份断绝妇女关系的断亲书。 从女儿出生到现在,他从没支付过一分钱的抚养费。 他以为女儿年纪小,好糊弄,谁知道我张红梅养大的孩子岂是好对付的。 在女儿还不济世时,我就告诉他,他的父亲是如何把他丢进垃圾桶的,为了离婚又是如何趁机压榨我。 别家孩子吃甜桶,辣条的时候,女儿已经被我培养得心性坚韧,独立自强。 他善于思考,有自己的逻辑和判断,从不被外界的声音左右。 现在他才三十岁,就已经拥有几家电商公司,还登上了地方新闻,在我们这片地区,堪称富甲一方。 我如今也靠着女儿,成了个过着富贵日子的老太太。 李勇这次是看到女儿出息了,想回来摘桃子吧。 想得美。这句话,我原封不动地还给她。 果然,当李勇带着调解员冲进我家门口时,女儿直接挡在门前。 这套房子是我妈名下的财产,我妈可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你敢闯进来,我就告你个私闯民宅。 女儿说得云淡风轻,调解员连忙尴尬地劝道, 哎呀,小姑娘,说话别这么难听,我们也是为你好啊。 你没爹这事,多少人在背后议论你呢? 现在你爸回来了,他也知道错了,一家人哪有隔夜愁。 听婶子的,不要倔,以后和你爸好好相处。 女儿翻了个白眼,冷笑道,怎么的? 让我认个爹还不够,还得给我搭上个婶子。 你这么喜欢乱认亲戚,不如你把他接回去供着,让他当你爹。 调解员脸爹得通红。 李勇见状,立刻拍着大腿哭喊起来, 天杀的,你连亲生爸爸都不认,你这孩子怎么就这么冷血。 他们身后有记者拿着相机凑上钱,把李勇装模作样的可怜模样拍了下来。 镜头一转,正好对准了女儿,他冷漠地看着坐在地上演戏的李勇。 女儿懒得再和他们纠缠,转身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 然后笑盈盈地对我说道, 妈,你快去收拾行李,今晚我们就出发。 自从女儿当年从医院抢救回来后,我就成了一名虔诚的佛教徒, 一直梦想着去拉萨的布达拉宫看看。 这次叫女儿回来,本来是为了圆我这个多年的心愿, 没想到碰上了这些糟心事。 不过,随着火车轰鸣声的响起, 那些令人厌烦的人和事都被甩在了脑后。 经过两天一夜的长途旅行, 我们终于抵达了拉萨这个圣地。 我们去朝拜了释迦牟尼殿, 去要王山打了卡, 还在光明茶馆喝了苏油茶, 悠闲又自在。 我把这些行程都记录在了社交平台上, 望着女儿安静淡定的样子。 我不止一次庆幸, 当年李勇把女儿抛弃后, 我果断地和她离了婚。 我们在拉萨愉快地玩了两天, 感受着西藏的风土人情。 到了第三天, 我带着女儿走进了布达拉宫。 这座充满浓厚传统色彩的宫殿矗立在我面前, 我心中顿时生起一种肃穆之感。 还没等我闭上眼, 细细感受这股心情, 一阵刺耳的声音就传了过来。 张红梅,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 不让女儿赡养我也就算了, 还拉着她出来游山玩水。 你以为这样我就拿你们没办法了吗? 李勇突然指着女儿对周围人大喊, 大家快看看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自己吃香得喝辣的, 却一分钱都不肯拿出来养她亲爹。 我命怎么这么苦啊? 早知道当初就把你摔墙上, 绝不该生下你。 他粗鲁的咒骂声在这片神圣的宫殿里回荡, 李勇这个粗人, 根本不懂得什么是信仰。 他不停地抱粗口, 引来了周围虔诚信徒的怒视。 我看到有人已经举起手机在录像了, 我皱了皱眉, 有事出去说。 女儿立刻挡在我身前, 把周围投来的恶意目光全都挡住了, 她没有回应李勇的谩骂, 只是护着我出了宫殿。 一出了大殿, 我毫不犹豫地给了李勇一巴掌。 李勇, 你脑子是不是有病? 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你在这儿闹事? 没想到李勇竟顺势躺在地上, 装腔作势地呻吟起来。 我气得发抖, 又狠狠踹了他一脚, 然后拉着女儿回了酒店。 真是好心情全被毁了。 没过多久, 我的房门被敲响了, 站在门外的, 是两位警察同志, 原来是李勇报了警。 现在总算看明白了, 李勇一看女儿飞黄腾达, 成了林海那边的富豪, 自然就跟着急吼吼地跑来找我们麻烦。 不过这样也好, 不然我还真不知道怎么收拾这两个不要脸的家伙。 女儿显然和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毕竟有人就有争斗。 之前他们和起伙来一起想办法进到家里来, 现在人都进来了, 总不能看着其他人享福自己却吃亏吧。 调解员金秀看到我们对他们进门没在反对, 便得意洋洋地摆出一副闲鱼翻身的架势。 看他那副高兴的样子, 我心里不禁冷笑, 这日子过得还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既然这样, 那就去买几条大金链子庆祝一下吧。 金链子? 这种东西, 哪个平民老百姓不喜欢? 于是我和女儿去了商场, 几乎把店里的大金链子都买了个遍, 那财大气粗的样子, 直接看得李勇和金秀目瞪口呆。 等回到家后, 女儿拿出十几条最粗最闪的金链子, 全挂在了李勇的脖子上, 把他的脑袋压得低垂下去。 金秀在一旁看得两眼放光, 恨不得扑上来。 爸, 之前是我不懂事, 您别跟我计较, 今天这些就当是我给您赔罪了。 毕竟当年您做了那些事, 我心里确实有些怨恨。 不过金秀婶子说得对, 一家人没有隔夜愁, 以后我们好好过日子吧。 李勇哪见过这么多金子, 现在全挂在他身上, 激动的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 就算他说了, 我们也听不清楚, 因为他嘴都歪了, 只见他那张老脸因为兴奋而扭曲着。 金秀在一旁实在忍不住了, 笑着说, 你这孩子, 有孝心是好事, 但你爸脖子都压弯了, 看着都累人。 我先帮你爸把这些金链子收起来吧。 女儿立刻笑着挡住, 不行, 这些是专门给我爸的。 看在你是我爸合法妻子的份上, 我只答应让你住进来, 可没说你能动这些东西。 然后他转身对李勇说, 爸, 这些金链子是我单独给您买的, 您可千万别送给别人, 不然我真的会伤心的。 女儿说话食眼含泪光, 表情就像是一个渴望得到父亲关注的小女孩。 她的演技都可以去当演员了。 我站在一旁忍着笑, 都快要憋出内伤来了。 而金秀气得脸都绿了, 恶狠狠地瞪着李勇, 仿佛要把他吃掉。 李勇缩了缩脖子, 最后还是取下大半金链子递给了金秀。 女儿见状, 顿时伤心地捂着嘴巴, 哭着跑开了。 我和女儿躲进卧室, 笑得直不起腰。 经过这段时间的调查, 我们了解了李勇这些年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原来在和我离婚后, 李勇就又娶了个新媳妇, 就是现在的金秀。 金秀的前夫早年去世, 后来他遇到了李勇。 李勇虽然人品不怎么样, 但长得倒是挺不错, 他半哄半骗地和金秀领了证。 金秀家里有好几个兄弟, 而他作为最小的妹妹, 一直备受宠爱, 因此性格泼辣蛮横。 刚开始的新鲜劲过去了, 李勇开始受不了他的刁蛮, 又一次打了他一巴掌。 谁知道, 金秀立马回家叫了兄弟们, 把李勇狠狠地揍了一顿。 李勇气得嚷着要离婚, 又被打得半死不活。 从那之后, 金秀只要不高兴, 就会拿李勇撒气, 李勇被打怕了, 再也不敢反抗金秀, 两人就这样过了大半辈子。 因为我们的放纵, 李勇和金秀在家里越发嚣张, 动辄几千块一中的燕窝 和人参汤当水一样喝, 人都养得越来越娇贵。 非山泉水不喝, 非五常香米不吃, 生活的排场比我和女儿加起来还大, 俨然成了这个家的主人。 他们每天都拉着李勇出去逛街, 活脱脱就是一对爆发户。 有了钱, 金秀越发泼辣, 性格也越来越刁蛮。 不过他始终害怕被我们赶出家门, 所以一旦不高兴, 也只能把火撒到李勇身上。 但在女儿的鼓励下, 李勇也慢慢有了反抗的苗头。 加上金钱的支持, 金秀偶尔也会选择忍气吞声。 女儿开始费尽心思地讨好李勇, 带着他四处求医, 终于治好了他嘴歪的问题。 这段时间, 李勇和女儿的感情直线上升, 再加上女儿拍马屁的功夫越来越精湛, 把李勇捧得像天上有地下无的神仙一样。 李勇被夸得飘飘然。 就在这时, 我领了一个年轻小伙回家, 我和小鲜肉腻歪的模样彻底刺激了他们。 张红梅, 你可真是个不要脸的老太婆。 这么大年纪了, 这小伙子一看比宁命还小, 你也下得去手。 金秀羞红了脸指责我, 我不以为然地笑道, 我女儿都没说什么, 你急什么。 人这一辈子就活一次, 找个年轻帅气的小伙子玩玩怎么了? 反正我钱多得花不完, 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我故意瞟了一眼李勇, 冷笑道, 我可不像有些人, 明明钱多得花不完, 还整天这也怕那也怕, 只怕把黄脸婆惹生气了。 李勇瞬间占红了脸, 仿佛打通了任督二脉, 悠悠地看了金秀一眼, 显然他对金秀早已满腹怨言。 回到房间后, 我和女儿通了电话, 分析着当前的局势。 我在李勇心里埋下了不满的种子, 现在只差催化剂了。 金秀和他家里那几个兄弟关系一直很好, 如今金秀仗着我们这边的靠山, 免不了要帮衬他家里的人。 既然如此, 我们就从他的兄弟下手。 李勇暂时不好收拾, 但对付几个混混无赖, 还不是手到擒来。 我们找到几家曾被金秀兄弟欺负过的受害者, 了解了他们的情况。 这一查, 真是不得了。 有人因为年老体弱, 被金家兄弟抢占了宅基地, 流落街头乞讨, 有人因为被金家兄弟霸凌, 不得不辍学, 还有人因为与金家发生口角, 被打成了残疾。 金家的二哥甚至顶替了一个学生的名额上了大学, 现在摇身一变成了学校的校长。 这些事情在以前或许能被人遮掩过去, 但现在是法治社会, 这一桩桩, 一件件放到现在都不是小事。 刚开始, 这些受害者听说要反抗金家时, 一个个害怕地连连摆手。 后来我出钱出力, 承诺会派人保护他们, 他们才答应一起联手把金家告上法庭。 人证物证俱全, 金家人百口莫辩。 受一系列恶劣事件的影响, 金家二哥被撤职, 并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 还需赔偿替他顶罪的大学生120万元人民币。 根据每个人在案件中的不同角色, 金家其他人也或多或少受到了判刑。 金秀吉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 他到处求人, 四处奔波, 想着怎么凑够受害者们要的巨额赔偿金, 可真犯了难。 他能怎么办呢? 毕竟他和家里的兄弟感情那么好, 总不能看着他们都在里面受苦, 能就一个是一个吧? 在受害者的建议下, 他把目光转向了李勇。 自己没钱, 可他的丈夫李勇是谁呀? 那可是林海首富的亲生父亲啊! 有了这个想法后, 金秀立刻去找了李勇。 然而李勇哪会搭理他, 他早就对金秀没了感情。 金秀又是个不会生育的女人, 要不是怕金家人报复, 他早就把金秀踢出家门了。 更何况, 他长期被金秀的兄弟们压迫, 恨不得他们都进监狱吃牢饭, 哪会拿钱帮金秀救人。 加上这段时间, 我暗中激了他几句, 他就迫不及待地包养了个年轻貌美的小姑娘。 这下子, 金秀彻底被李勇一脚踹开。 金秀也不是省油的灯, 两人很快就开始互相接短, 对骂。 李勇,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最近都在干什么, 赌钱, 找女人, 你可真是样样不辣。 我告诉你, 只要我金秀一天在这个家, 你别想把那小狐狸精带进门。 李勇怒火中烧, 咬牙切齿地回应, 你个毒妇, 老子早就受够你了。 自从进门开始, 你就一直拿我出气, 你真当我是软柿子。 你这个不能生蛋的老母鸡, 还有脸说我养女人。 今天我就告诉你, 老子在外面养女人了, 老子马上就能抱上儿子了。 李勇说到抱上儿子时, 腰杆都挺直了, 金秀气得脸色发白, 几乎要冒火了。 好啊, 李勇, 现在你有钱了, 就翻脸不认人了, 是吧? 你别忘了当年你为了和我 勾搭在一起实干的那些黑心事。 要是你不给我几个哥哥熟出来, 小心我把那些破事抖落出来, 让你也进橘子里去坐坐。 听到这里, 我坐在监控前, 耳朵竖得高高的, 李勇立刻心虚了, 腰杆也挺不直了, 连忙冲上前, 捂住金秀的嘴。 你这个臭娘们, 想害死我吗? 他紧张地四处环顾了一圈, 见旁边没人, 这才松了口气。 这些事, 你最好烂在肚子里, 我过得不好, 你以为你能好到哪去? 金秀冷笑了一声, 我知道分寸, 要不是你不肯帮我就几个哥哥, 我至于这样吗? 二哥的赔偿金, 大哥和五哥的和解金, 还有其他几个哥哥的保释金, 凑起来一共要五百万。 你得给我弄到手。 你疯了吧? 这么多钱, 我上拿给你弄。 别说是亲爹了, 就是亲爷爷来了都不行。 你真当张宁人傻钱多。 李勇怒不可遏地吼道。 见他态度软下来, 金秀抱着双臂, 冷冷说道, 少跟我装模作样。 只要你把钱弄到手, 我就跟你离婚。 以后, 你挨在外面找几个女人, 生十个八个孩子, 我都不管。 只要我家里安顿好了, 以前的那些烂事我, 绝对不会再提。 李勇咬了咬牙, 目光阴冷地盯着金秀, 仿佛带着毒液, 咬着牙蹦出一个字。 好。 我看到李勇的表情, 心中暗想, 到底是什么是值五百万呢? 我把这段监控发给了女儿, 这种废脑子的事情还是交给她处理, 毕竟她比我这个只知道混吃等死的老太太聪明多了。 为了配合李勇把戏演下去, 女儿当晚就赶了回来。 餐桌底下, 金秀不停地踢着李勇的脚, 催促她开口。 我和女儿假装没看到他们的小动作。 最后, 在金秀不断地白眼攻击下, 李勇终于善笑着开了口。 宁宁啊, 你最近好像挺忙的, 整天不见人影。 钱是赚不完的, 也得多注意身体啊。 我忍不住给她竖了个大拇指, 这话还算说得人模人样, 如果我不知道她的目的, 还真以为她良心发现了呢。 谢谢爸爸关心, 我每年都按时体检, 身体好得很。 女儿淡淡地回答, 那就好, 那就好。 李勇陪着笑, 不停地搓着手, 好半天才小心翼翼地试探道, 宁宁, 你最近忙得这么厉害, 一定赚了不少吧? 还行, 就那样。 女儿随口应道, 李勇顿时僵住了, 脸上的笑容尴尬极了。 就那样? 是哪样啊? 我看了女儿一眼, 她这话让人怎么接? 女儿淡淡地问道, 怎么, 你缺钱了? 这句话一出口, 李勇立刻像接收到了信号似的, 坐直了身子。 也没啥, 就是爸爸最近看上了一辆新车, 还差一点点钱。 女儿这才挑眉看了她一眼, 五百万是一点点钱。 多少? 李勇高兴地笑得何不拢嘴, 金秀的脸上也闪过得意的笑容。 不多, 就五百万。 女儿文言顿时把筷子重重放下, 似笑非笑地盯着两人, 就五百万。 你是老糊涂了, 还是说我把你养得太娇气了? 五百万在你眼里都成小钱了? 而且, 这五百万你真打算用来买车? 说到这里, 女儿忽然冷哼一声, 目光若有所思地扫了一眼金秀, 直看得两人心头发颤。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金家现在正缺五百万吧。 两人立刻像安纯一样缩成一团, 谁都不敢开口。 你们这么着急, 费尽心思帮他们脱罪, 可是他们却不领情啊。 女儿慢悠悠地拿出一个文件袋, 他们在里面可都招了。 你们想帮他们, 但他们巴不得把你们也拖下水呢? 他说着, 把文件袋重重摔在桌上。 李勇顿时慌了, 扑上钱就想撕开文件袋。 外面突然传来了刺耳的警笛声。 要去橘子里喝茶, 还是想办法? 你们自己考虑吧。 李勇吓得脸色惨白, 一下子瘫坐在地, 文件袋也从手中滑落。 他好像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一把扯过金袖的衣领, 狠狠扇了他一巴掌。 金袖的牙齿被打掉了一颗, 带着血掉在地上。 你不是说过没告诉别人吗? 那为什么你哥哥他们会知道? 你这个贱女人, 当年要不是你勾引我, 我怎么会失手杀了王永平? 你这个扫把星, 早就不该把你娶进家门。 完了, 这下彻底完了, 我好不容易熬成了个有钱人, 过上几天好日子, 就这样被你毁了。 李勇像疯了一样, 对着金袖拳打脚踢, 金袖哪里被这样对待过? 就在李勇再次挥拳时, 他抓住时机, 一口狠狠咬住了他的胳膊。 李勇吃痛, 只得松开手。 金袖得了自由, 立刻抓起桌上的盘子朝李勇砸过去, 嘴里骂骂咧咧, 你敢打老娘? 没有我帮你, 你以为你能瞒到现在? 不知好歹的东西。 老娘长这么大, 还没被人这么欺负过。 他怒气冲天, 撸起袖子, 顺手抡起旁边的椅子, 狠狠砸了下去。 李勇的头当场被砸出了血, 他气得整个人都扭曲了。 他抬手一巴掌, 拍掉了金袖手里的椅子, 一脚将它踹飞出去。 李勇心里本就积怨难消, 现在又被打得头破血流, 还以为自己事情败露, 出手越发狠毒。 根据调查的资料, 王永平应该是金袖的前夫, 没想到他们早在那时就搅合到一起了。 女儿看到两人撕打得不可开交, 趁机拉着我赶紧跑出房间, 他脸色凝重地说, 妈, 快报警。 我疑惑地问, 刚刚不是听到警笛声了吗? 为什么没人来? 女儿冷静地说, 我只是假装报警吓唬他们的, 没想到他们身上真的背着命案。 如果李勇发现文件代理是空白纸, 他就会知道真相, 到时候我们必死无疑。 突然, 屋内传来金袖凄厉的惨叫声, 尖锐地仿佛要刺穿我的耳膜。 我只觉得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哆哆嗦嗦地拿起手机拨打了报警电话。 刚挂断, 就看到李勇拿着一把滴着血的刀走了出来。 他眼神阴森, 像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鬼。 我浑身发软, 腿脚都不听实话。 李勇咬牙切齿地骂道, 你这个臭娘们居然敢骗我。 老子再怎么不计也是你亲爹。 反正杀一个也是杀两个。 我还赚了。 三十年前你就该死, 我让你多活了三十年, 可你居然还害我。 今天就是拼了命, 我也要拉你下地狱。 别墅空旷, 他几步就冲到我们面前。 女人在力量和速度上本就处于劣势, 更何况他手里还拿着凶器。 眼看那把刀就要踢向女儿, 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 猛地冲上前去, 将李勇撞了出去。 李勇没砍中, 气得暴跳如雷, 把刀狠狠朝我甩过来。 那刀带着凌厉的破风声直冲我而来, 我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下意识抬起手挡住。 我听到女儿尖叫, 妈! 眼前一黑, 随即失去了意识。 李勇因故意杀人, 且情节恶劣, 被判了死刑。 监控显示, 李勇在杀了金秀之后, 仿佛突然清醒了一般。 他拆开文件袋, 发现里面只是一堆空白纸, 这才意识到自己中计了。 但此时金秀已经被他杀得不能再死了, 就算明白过来, 也无济于事。 于是, 他狂怒地追了出来, 想把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我的女儿, 也一并杀死。 幸好警察及时赶到, 在我昏迷之后迅速将他制服。 当我在医院醒来时, 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定。 我忽然想起, 女儿小时候被同学欺负后哭着闹着要找爸爸。 我当时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难道要告诉他, 别的孩子的爸爸是保护他们的, 而他的爸爸却是想要他命的人吗? 我知道孩子的教育是最棘手的, 稍有不慎就可能误入歧途。 于是我开始带他一起看法律教育类的节目。 什么遗弃婴儿, 杀害女童, 重男轻女等案例, 我让他一遍遍地看。 节目里那些恶毒的父亲, 稍不顺心就对孩子拳打脚踢, 更狠地直接把孩子卖给人贩子, 被人贩子折磨得残缺不全, 只能在街头乞讨。 那些孩子的惨状让女儿的小脸吓得苍白。 他好像懂了什么, 从那以后再也没问我要过爸爸。 等他再大一些时, 我告诉他当年事情的真相, 我没有美化他父亲的形象, 他有权利了解这些。 我告诉他, 他的父亲曾对他做过多么恶毒的事情。 女儿抱着我, 眼睛通红地说, 我没有爸爸, 但妈妈一直在保护我。 女儿逐渐长大, 越来越坚强独立, 从来没让我操心过。 最让我欣慰的是, 他最终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 既能保护自己, 也能庇护我。 现在的他清醒又优秀, 虽然已经三十岁了, 在别人眼里是嫁不出去的老姑娘, 可每次听到这些风言风语, 我都会毫不客气地反驳, 有钱, 在这个时代只要有钱, 什么办不到。 如果让我女儿找个像李勇那样的男人, 我宁愿他孤独终老。 当然, 我女儿那么优秀, 就算到时候养十个八个男模都不成问题, 又怎么会孤独终老呢? 想到这里, 我亲了一口身边的小鲜肉, 心情愉悦。 穷人就是穷人, 他们哪里懂得有钱人的快乐。 李勇行刑的那天, 我问女儿要不要去送他最后一程。 女儿撇撇嘴, 我才不去呢。 有这功夫, 不如多赚点钱, 来得实在。 说完, 他便赶去外地出差了。 不过, 我还是去见了他最后一面。 不是心软, 而是我想告诉他, 他在外面养的那个情妇是我安排过去的, 那个女人根本没有怀孕。 他以为的大半辈子的希望全都是泡影。 他一心盼望的儿子, 根本不存在。 你看不起女人, 最后却被女人玩弄于鼓掌之间。 我女儿, 我的宝贝, 她做了那么多丧心病狂的事, 我还没和她算账呢, 她就自己送上门来了。 这样的话, 她就别怪我心狠手辣。 那一天阳光明媚, 我想是时候收拾行李出去看看这个世界了。